還有利息 然後必須要在判決七天內 要公開道歉啟示 到現在都還沒有刊登 那我們 因為我們這些 就是這些錢要捐給弱勢團體 我們彰化的弱勢團體 但是如果段委員到現在還沒有付錢 那我們這個中秋節快到了 那這些弱勢團體 沒有辦法過一個好的中秋節 那你是不是可以請你 跟我們段委員 問一下他什麼時候願意來付錢 還有什麼時候要來這個公開的 來在臉書上來道歉 委員說一切依照法律規定 到哪裡去呢 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到錢啊 這個我們再跟律師討論 那委員說一切都是按照法律規定 不是啊按照法律規定 他有按照法律規定嗎 七天內 超過了嗎 超過了啊七天啊 8月8號就已經判決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們 這個推給律師也不是 不是很合理的說法吧 這個本來就已經判決確定了 本來就應該要趕快的 來擠付這一頁 他都沒有做啊 是不是 這樣子是不是 他這樣子的行徑 好像不是很 不是一個很好的這個表現吧 這個對於國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一個形象的一個表徵啊 我們這些弱勢團體到現在也還拿不到最多錢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個立法院 來跟我們的這個段如昌段委員 拿這些錢 那如果說他真的不給錢的話 我們是有帶一個中縮禮盒 中縮禮盒在哪裡 中縮禮盒店 你幫他打開 這盒曲棍球要送給他 這個單縮禮盒的 那你給他打開 要丟下 是